花了38块钱紧录了两台PSP 先来看一下表述啊 孩子的游戏机两台都是好的 一黑一白包油 你就看这 属于是家长卖孩子的东西啊 那突出的一个就是转 哇 真的 两台 黑的 白的 你看 刚刚突然对上了 银色的边边也没有问题啊 我们直接打开看一下 你看 还送了一个摄像头 摄像头 精心 兄弟 兄弟 你这个 不能说和PSP一模一样吧 但是 也不是八竿子打不着啊 相似度还是很高的 没有关系 咱们还一台白的 这个 这个 啊 啊 啊 哎呀呀呀 等等等等等等 啊 嘿嘿嘿嘿 就看这个造型 怎么奇奇怪怪的 像一个蛤蟆 嘴巴两边鼓起来 而且这个是摇杆的吧 那这个剑怎么这么奇怪呀 然后 两个大扬声器 那发出的声音肯定很大吧 哎 这个厂家的想法也是顶啊 特别的有意思 那这个尖键啊 主打一个就是硬啊 怎么按都按不进去 哎呦 随意又带一个大号的车箱头 呃 也不能说亏对吧 只要它能开机 咱们还是小赚啊 那么先来看一下 黑色这台金星啊 底下是开机键 这个是可以插TF卡 摇杆呢 也是可以用的 帐下左右键呢 还算是挺轻巧 好 那这些插圈方块三角形呢 也还是不错 就是这两个尖键 完全按不动啊 好 我们来给它开个机 哦 开机了 哇 好家伙 这还是苹果的操作系统啊 你看 这相册 你看 这日历 这设置 闹钟 电视 和苹果是一模一样啊 哎 这是出屏的吗 相机 哦 不触屏啊 所以呢 它能开机 咱们就是赚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相机 这个圈呢 应该就是确定了 可以塞 哦 还能拍照啊 返回 那这个游戏在哪里啊 游戏在这儿 这个格式 哎 不是任天堂的游戏啊 底下的GBA呢 倒是任天堂游戏 NES跟超乱的 这个弄出铁拳 都是任天堂的 所以它能玩的游戏可多了 还有这个特别的 Flash的 这种游戏啊 我们打开看一眼啊 这应该是Flash游戏啊 开始 哇 这游戏感觉还挺不错的 你看我们丢的是一个回旋标 呀呀呀呀呀 这么大一个恐龙 回旋标 你看 这枪是把它打到地底下去了 还要打两下 我们也在地底下了 这个地图怎么穿模啊 我屌 这个老树居然是个怪 这游戏有意思啊 行行行行行 那么说明它是没问题的 那么玩其他游戏呢 好家伙 测货是喇叭坏了吧 不能够播放声音了 直接来看一下它能玩其他的GBA游戏 我们来看一下卡不卡啊 这个晶星呢 其实是和咱们之前开箱过的一款产品 的一个品牌啊 也是一个晶星那个翻盖的 合金弹头 哦 运行非常顺畅 这个好像比之前咱们那个翻盖的性能更加好啊 再加上它这个手感还算是可以吧 OK 也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个PSP造型的GBA游戏 而且它还能玩FC超嫩的游戏啊 至于它能不能看视频呢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啊 虽然咱们这个是没有声音的 但是 点开之后啊 老观众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脑海里一定已经有这个音乐响起了 而且它还支持这个格式 RMVB 哇 这还是个电影啊 老港片 一看就是老港片啊 你看这个电影呢 放得非常顺畅 而且清晰度也还可以啊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二台 第二台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有点坏啊 你就听 这也太冲散了吧 它呢同样开机是这样子的 拨动一下啊 哦 居然开机了 随意游 声音好像也没用啊 缺了个键 哇 你看 PSP的系统啊 这个模仿PSP的程度非常的高啊 我们看 这个横向移到录音 FM 这个是看小说的图书馆 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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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小时候玩过 叫什么来着 好 把我们丢下了 跳是哪个 没有跳 这个是丢手的 跳呢 上不去啊 也就是说 按键呢可能是有点点接触不灵了 我们再返回 同样啊 这个游戏机呢 是可以即时存档跟即时读档的 退出 那这里呢 它有 二十几个都是NES的游戏啊 而且这个NES的游戏呢 你看 它呢都是带缩略图的 这个好像就比之前的那款更加的厉害一点啊 哦吼 然后一到下面 GBA又出现了 我的天呐 这又是一个GBA游戏机吗 恐龙战队 来打一个大力水手 开始 哦 这个按键有问题啊 进入不了游戏啊 哦 进去了 哦 有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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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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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个跑酷游戏啊 而且很顺畅啊 哎呀 没有问题啊 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其他什么游戏 我仔细翻了一遍啊 这些GBA游戏非常的多 但是都是些小游戏啊 哦 这个幻想传说 现在已经是150几了 看这GTA赛车 哇 好像也没啥问题啊 这个按键是有点不灵的 而且这款呢 同样这喇叭又没用啊 嗯 好像没有卡哦 也是正常运行啊 所以想到一样用这个东西看电影也是可以的 那它能不能玩我们的楼珠大冒险呢 我先来试试看啊 虽然没有声音 但是感觉它的画面是顺畅的 可以啊 但这个两个尖键可能就没用啊 看一下 放个大 哦 这个设置起来的话不是一个尖键的功能啊 很顺畅啊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这款呢 和咱们这款黑色的 它的功能和性能也都差不多啊 只是程式很差 你看 连录像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抉择嘛 可以留言告诉我哦 好的 那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评论点赞关注哦 拜拜 又多了台垃圾